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把这一段时间都向你交托 我们在这里面特别地来寻求你主啊 今天早上当我们分享这一段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遇见你 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贫乏 我们多么渴望你降下来的甘露 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心灵遇见你 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我们看为重要的 但当我们遇见你以后 我们发现你才是那一个至宝 今天早上我们为着这样一段时间向你祷告 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 以你的爱来大大的充满我们 谢谢主以下的时间向你仰望 你与我们一起同在 奉耶稣的你祷告 阿们 在很多年以前 我还记得读了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基督徒 但是书中很多的内容跟圣经的教导 有类似的 这个书里面一开篇符的时候就说 人生苦难重重 他说 无论你承认与否 人生有许许多多苦难与艰难 有一些人他们会回避这些苦难和艰难 但少有人会面对艰难和苦难前行 反而当人们面对苦难和艰难前行的时候 他就是在解决和成长的过程 我是从单身过来的 我单身完以后结婚 又到作为一个父亲 我就感受到这句话 单身的时候的问题比较简单一点了 我吃饱了我就不饿 全家不饿 跟朋友出去玩 还过得挺快乐的 结婚以后 跟妻子两个人我们要一起做什么 我们要一起商量 有孩子就更不一样了 无论你愿不愿意成长 当你有孩子 你都会开始成长 在面对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发现 当我回头再来看单身的那段日子 我发现好像跟孩子在成长的时候 心里面的接纳 忍耐 可能是被迫的忍耐 慢慢地在成长 我理解这句话 原来人生是面对一些艰难 当他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开始慢慢地成长 我想问一句话 我们属灵生命如何成长呢 我们属灵的生命又是如何成长的 今天的经文里面说 十七节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以色列那时候是在法老的犬下 是在埃及 我们基督徒常常把这一段形容为是 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是在埃及过着没有神的生活 吃喝玩乐 就在埃及的日子 但是经文里面说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法老不再是他们的主 谁是他们的神 以和华神带他们走出来 换一句话说 当法老容他们去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过了一个信仰的生活 好像你和我 我们开始认识神了 我们有神的生活了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走一个信仰成长的道路了 法老容他们去了 经文里面接着说 非力士的道路虽然很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 神领他们走哪里呢 神领他们绕道而行 走红海和旷野的路 挺有意思的 经文里面说 非力士人的道路非常的近 可是呢 神不让他们从那个近路走 令他们绕了一个 绕了一个道 走红海和旷野的路 很长一段时间 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都不太理解了 我说 为什么不走近路呢 为何要让百姓绕道而走 走旷野的道路呢 一定要走旷野的道路 神不是有大能的吗 经文里面 17节说 因为神 害怕百姓 遇见打仗以后 他们后悔 就回埃及 我想 神是有大能和大力的 当他们遇见打仗 神不是有权能 也有能力的吗 神可以带他们过去吗 所以我就不太理解 这个地方 随着在教会里面 服侍的时间越来越长 久远一些 我慢慢理解了 神可以改变外边的环境 神可以行一些 大能的神迹启示 让人们经历 神可以甚至分开 红海 但是神无法强迫人的心 换一句话说 神可以开红海 行很大的事 但是神不能强迫一个人的心 就要回埃及 就要回到 我不愿意信号神的生活 我要远离神 神不能强迫人 一旦神强迫人以后呢 这个人就不是甘心的顺服了 神喜悦的是人们 甘愿的顺服 和跟随他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 当一个人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 这个顺服 是那么的宝贵 当人们选择爱神 来敬拜神的时候 周日的早上 你们来到教会 早早地起床 开很远的路 来到教会 我们甘愿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极为宝贵 如果被强迫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神不会强迫人来爱他 因为强迫的爱 不是爱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常常看重一件事情的结果 我希望从埃及 直接今天坐飞机 飞到迦南地 我们走一条近路 快速地到达一个结果 时间快快地飞到迦南地 上帝直接在那里行大能 行神迹 行骑士 把迦南人一窝给都端了 给他们都赶走就好了 以色列人直接就住在迦南地 在那里疯狂腾达 一信耶稣 一切问题解决了 一扫而空 多么的好 不信耶稣的人 迦南人一切的问题和困难 就让他们一个加一个 弟兄姐妹们 我要在这里跟你分享的是 我们非常注重结果 我们想直接从埃及到迦南 我们想可能直接快速地走捷径过去 但是神看重的是过场 神看重的是过场 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天 每一月 每一年 我们慢慢成长的过程 神喜悦看到我们 慢慢成长的过程 就好像一个父亲 我知道孩子长大他是什么样 但是当父亲母亲看到孩子 从趴在地上到开始走路 一站起来的时候 哇我们好开心 孩子可以站起来了 有一天孩子跑起来了 哇我的孩子又成长了 这个成长的过程 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喜悦 上帝是一位好父亲 他喜悦看见你和我在生命中成长过程 的阶段 我们会遇到旷野 会遇到挑战和环境 神愿意看到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成长的过程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 我拿了一个篮球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玩篮球 教会里面讲台可不可以打篮球 破一次力了 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儿子 就是报了一个学篮球的课 那么我带他一起去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然后教练就开始教这些孩子们 只有六岁 然后教孩子们打篮球 很简单叫他们拍球 然后叫他们投篮 往篮筐里面投 掉下来以后去抢球 三个动作 第一节课就叫这个 第二节课还是拍球 投篮掉下来抢球 第三节课他们开始比赛 开始好几个队就开始比赛了 有趣的是我发现篮球 会显出一个人的性格 那当他们拿到球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拍球 都可以投篮 但是球掉下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家儿子 他不敢去抢球 那他的性格一直 我看到就偏内向 他不喜欢跟别人发生冲突 不愿意跟别人发生这种争竞 所以篮球 有一些小朋友就很快就去抢球 谁抢到球 谁就可以偷来 所以这个球一掉在那里的时候 我儿子一看球掉在那里 他看到别人一抢 他就站在那里了 那然后跑到那边 他也可以在场上 跑来跑去的玩 他也跟朋友一直在跑 但是他不抢 教练就让他休息 一场上半场没打完 让他休息两次三次 我心里面很着急 我来到儿子的面前 我说儿子 我们打篮球 球掉下来 投完篮你就要去抢球 去抢 你要去争抢 爸爸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抢啊 儿子 你知道篮球就如人生 人生就如篮球 我们只有争取 神才会祝福我们 耶稣喜欢你抢球 你抢到球你才可以投篮 儿子 OK OK 抢球 他们又开始 打篮球 我发现他一看到别人过去以后 还是有点害怕 他放到那里 教练又让他休息 我来到他们的面前 我说儿子 你要抢球 你要抢球 你只有抢 你才能帮你们队伍投篮 你只有投篮 你们队伍才能胜利 所以一定要去抢 不要客气 不要说基督徒 基督徒也别客气 在球场上要抢球 然后我就鼓励他 有一天 突然看见我的儿子 球一掉下来 他过去就把球抱了过来 只要人们抢到球 别人就不能抢了 大家就往对方那边跑 他就开始慢慢地拍着球 过去投 没有进 球一掉下来 他又去抢 抢到球以后 他又开始拿着球 继续地投 掉下来 他又去抢 很多人都在抢 但他也去抢 他抢得最凶 他抢到球以后 球一投 投进了 你知道那一刻谁最开心吗 你知道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快掉 我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的儿子 他成长了 结束以后我问他 我说儿子 你今天打球你感觉怎么样 我爸爸我好开心啊 我好喜欢这个球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们 当以色列人 他们走红海 当他们遇到旷野 当他们度过一些环境的时候 你猜谁最开心 你猜以色列人面对 没有水喝的时候 他们来走这个过程 旷野的路 当他们仰望神 靠着神 神会供应我 当他们度过这个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你猜谁会开心 天父 我的孩子在旷野里面成长了 你猜还有谁开心 当一个基督徒 面对环境 我们依靠神胜过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的心里面好开心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一天神也光照我 说子鲜 你知道每一次 在生命困难 艰难 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 在突破的时候 谁最开心吗 那一刻 是作为父亲的 感受到那种喜悦 我也感受到天父的心 我坐在场边 看到我儿子 我不是看到头篮镜 那天 他们一共 他们对头进了 十个篮筐 是二十分 我儿子投了八个 你知道那一天 我看得我真的 眼泪都快下来了 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 天父的心 天父看到 他的百姓 从旷野的路 遇到再大的困难 和仇敌 但是当他们仰望神 神与我同在 他们胜过去的时候 天父的那种喜悦 喜悦的喜悦 以色列人 他们自己 也会喜悦 基督徒 并不是旷野太难了 我们要走一条近路 就会进入迦南地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 对神的这种旷野的依靠 哪怕进入迦南地 迦南也是旷野 但是当我们 倚靠神 在旷野中 回应神 旷野就是迦南 神与我们同行 不是旷野太难了 而是人们对神的回应 格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哈利路亚 他知道你和我的身量 他会透过你和我的经历 让你和我看到 生命中成长 上帝不让以色列人 走非利式人的路 神特别带领他们 走旷野的路 因为他会在旷野中 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位 是红海可以分开的神 阿妹 哈利路亚 所以今年我们也有一个主题 我们要做门徒 我们今年要一起来门训 可能门训的路 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走 我们更喜欢可能走快的路 听一次讲道啊 我们只是好像 学习一下呀 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 但是我们的生命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在 这种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可能是在这种门训的道路上面 一时可能看不到长进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成长 愿神特别带领我 第二个我跟你分享 学习与圣灵同行 学习与圣灵同行 经文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这样说 他们从苏歌起行 在旷野边的一趟安营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 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是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当他们一离开埃及以后 走旷野的路 经文就说 日间耶和华就以云柱来 日间以云柱来引导他们 到了夜间 又以火柱来光照 引导他们 使他们可以在日间夜间 都有上帝在引导他们 往前行 这是在旧约 他们离开埃及以后 要走旷野的路 在今天 圣经里面 特别在新约里面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猜 宝慧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来为耶稣做见证 他就好像那一个光 他光照我们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圣灵引导基督徒 在走好像旷野的路 好像是信仰生命成长的路 但是圣灵 他不断地会引导基督徒的生命 引导着你和我 以色列人他们 可能很在意的是 他们快快地过到迦南的结果 到迦南地 但是在旷野里面 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圣灵在引导着他们 圣灵在引导他们 走旷野的这个过程 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很在意一些结果 我们期盼祷告很快地会看到结果 我们祷告的时候 希望看到的是顺利 看到的是平安 好像这一个结果就是圣灵的工作 如果有的时候祷告不顺利 不平安 没有果效 就不是圣灵 但是请听好 我想说的是 平安 顺利 果效 不是圣灵 顺利 平安 和果效 不是圣灵 而是先寻求神 寻求与圣灵同行 他会自然带来 平安 顺利 和果效 这两个不太一样 当人们 想好像是看有没有平安 有没有顺利 他才往前走的话 那么这个平安和顺利 好像是圣灵 不是的 只有先与圣灵同行 平安和顺利 自然就会来到 所以 当人们分辨 这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这方面祷告 为你的工作 为你的未来 为你前方道路祷告的时候 神啊 我要走这条路 是不是你的旨意呢 神啊 我要往这方向走 当我们这样祷告 分辨是不是神旨意的时候 我要问的是 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 是因为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会遇到一些苦头吗 是因为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会遭到一些咒诅吗 还是因为 当我寻求 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如果是神的旨意 可能会顺利一点吧 可能会通顺 没有困难一些吧 不是的 弟兄姐妹们 神不会咒诅你 神也不会让你 刻意让你去吃一些苦头 但是 当我们在 我们自己要走一条路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从自己 来去选择一条顺利的路 让圣灵帮助我们 那么 这个走着走着 发现也会不顺利 我是这样 我是这样写的这句话 当我们与圣灵 同行的时候 本来是不顺利的 是旷野 但是我们越走会越平安 会越通顺 最大的福分就是 我们不是求一个结果 让圣灵来帮我 而是学习与圣灵同行 爱他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我们最大的福分 不是在求一个结果 好像我想要一个结果 让圣灵来帮助我 而是我们学习的是 与圣灵同行 爱他 他就将你心里面所求的 赐给你 没错 我们在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 神也会帮我们 也会开路 但是更好的是 我们就寻求 让我们在这件事情面 寻求圣灵对我们的引导 哪怕前面会走旷野的路 哪怕前面会遇到一些 不顺利不平安 但我们还是去 圣灵不会咒诅我们 圣灵还是会在我们的里面 与我们同行 这些不顺利会 慢慢变得越来越 同顺的 与圣灵同行 与圣灵同行 我很喜欢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对彼得说 请你把往下到水深之处去打鱼 彼得回应耶稣的是 我已经整夜劳力 我很疲惫了 我想这像很多人的生命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疲惫了 我们很疲惫地去养家 我们很疲惫地去工作 我们很疲惫地去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们很疲惫的是为了我们未来在奔波 我们已经很疲惫 就像彼得一样 耶稣对他说的是 你下网去打鱼 彼得说 那我就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虽然整夜疲惫 我依从你的话去下网好了 当他一打完鱼上来 圣经里面说 这网几乎要破掉了 有好多好多的鱼打上来了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彼得为什么要打鱼呢 他是渔夫 渔夫为什么要打鱼呢 生活 对 为生活 彼得他打鱼的目的就是为生活嘛 他打鱼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可以 有一个大房子生活了 他打鱼的目的不就是 让他的孩子 让他的家庭生活得更好一些嘛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圣经里面看到这一点 彼得一打上来这么多鱼 很多鱼都上来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呢 哇 乏了 这一网打了这么多的鱼 如果今天 打这么多鱼 明天再打这么多鱼 后天再打这么多鱼 打后天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大船 我们再打这么多鱼 发了 耶稣 这样我们俩合伙好了 你说话 我打鱼 挣了钱咱俩一人一半 咱俩不就是越来越有钱了吗 哎哟 耶稣 我 我要邀请你 我给你 邀请你入骨 我们俩一起打鱼吧 打鱼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可是圣经里面却说 彼得放下了这个 彼得把这些鱼放下了 撇下了船 跟随了耶稣 彼得为什么打鱼 他不就是希望有更多的鱼吗 有更好的条件吗 但是当鱼来了这么多的时候 为什么放下了 因为他看见了耶稣 他看到了生命中 那一个至宝 是什么 弟兄姐妹们 他看见了耶稣 他跟随了耶稣 他知道这最大的祝福 不再是鱼了 不再是生活了 而是耶稣 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寻求 神旨意的时候 我要问你 你寻求神 你信耶稣 究竟你要什么 我期待你回答是 牧师 我不是只想要一个好的结果 我要在每一个过程中 学习分辨 与圣灵同邪 我要的是耶稣 因为有了圣灵 有了耶稣 哪怕是旷野 哪怕再难走的路 他也会引导你走同顺的路 我要与圣灵同邪 旷野就会变成迦南美 圣灵会引导你 我要渴慕神 就算失去一些东西 神会加给你 超过你 言说见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在这里来劝勉你 你要寻求渴慕 仰望耶稣 就如同寻求渴望金子一样 这不是你听一天讲道 就得到了 这也不是你祷告一次两次 有热心就得到了 就好像匠人在众多的沙子里面 反复的塞 反复的过滤 才能找到那一个 闪闪发亮的金子 当他找到那个金子的时候 他所有的劳苦都值得了 今天我们寻求耶稣 分辨与圣灵同行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但你一旦寻找到他 你的里面就满足了 可能你的环境还是在旷野 但是有圣灵在引导着你往前行 会越走越通顺 但是当你寻求的不再是神 不再是圣灵 而是你希望的是通顺 是顺利 是好的结果 哪怕再好的结果给你 越走越困难 寻求神 寻求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跪在那里祷告 渴慕神的话语 寻求他对你的带领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也拿起圣经来读圣经 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寻求神爱他 在你的生命里面 寻找一些属灵的父亲 好像静慕所说的 教会需要父亲 寻找那些 一些可以引导你的 不要独自一个人走 接受门徒训练 不要放弃 不要寻求走捷径 只是来教会 一次两次就好了 我信耶稣就好了 不 学习与圣灵同行 慢慢慢慢地走这条路 一旦你品尝过 在你生命中 以云柱和火柱 引导你的神 你就会发现 哪怕是旷野 也如同加难 分辨寻求 可恶神吧 弟兄姐妹 这是我跟你分享的第二点 第三 不要失去盼望 大家跟我一起说 不要失去盼望 听着好像已经失去盼望了 声音大一点 再来一次 一百七 不要失去盼望 阿妹 不要失去盼望 十九节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因为约瑟成交以色列人 严严的启示 对他们说 神必会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哇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 约瑟 他哪怕死了 哪怕成为骸骨 这句骸骨 也是带着盼望 盼望 就是一个人 虽然死了 但是他还是带着希望 他知道 神一定会带领他 去到家 不管是多久 这具尸体看是死了 但是他是带着盼望的 活着 对基督徒来说 最大的打击是灰心 对基督徒最大的打击是灰心 祷告一天可以 祷告两天也可以 祷告一段时间 看不到果效 会感到灰心 就容易放弃 放弃再继续寻求神 这是仇敌攻击基督徒 最有效的工具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常常有些时候 看不到长进的时候 就感到灰心了 感到灰心就越来越 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 约瑟哪怕成为骇骨 他还是带着盼望 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就说 我会死 我会成为骇骨 但是神也会带领你们 去到迦南地 把我一同带去 这就让我想到了 约瑟 我说他到底怎么样 可以经历这么多的旷野的路 这么多困难的路 他很小的时候 他哥哥就把他给卖到了埃及 他的亲哥哥 或者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把他卖到了埃及 他那么小被卖到埃及的时候 他的心里感受是怎么样的 他有没有埋怨神的 他有他是怎么感受 那他在被卖到埃及 成为这个埃及的管家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他是因为敬畏神 那个女主人在诱惑他 他因为敬畏神而不从 结果他又从这个管家 又被扔到了监狱里面 哎呦 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这让我想到 我看到这里面的时候 约瑟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也说 他的生命里面 好像就散发着一种盼望 一种盼望 他没有因此 因这样的事情而灰心 他我猜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梦 他是因为梦被哥哥卖掉的 他不知道他的梦 是怎么会成就的 他的梦好像被卖到埃及 又扔在地狱里面 他的梦不知道会怎么成就 但是他里面是存着一个盼望 神最终会成就这个梦 盼望 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 人们如果没有盼望 是很容易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放弃 盼望 在二战时期有一个人叫穆特曼 他写了一本书叫《盼望神学》 穆特曼是一个犹太人 二战时期的时候 他亲眼目睹了他的父母 孩子 父母 还有姐姐妹妹他的家人 亲眼目睹在集中营里面 被铲杀死掉 他也没有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盼望 他也不想活了 有一天他就读圣经 读到了耶稣基督 他发现耶稣基督 被自己的家人给抛弃了 他的门徒 带着三年的门徒 也把他出卖 最后耶稣基督就 惨死在十字架上 他读到这里的时候 就有一种感受 好像与耶稣有一种 同命相的一个感受 好像都是很拟住很多 但是他又看到了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一切都可以从死里复活 重燃希望 他的心里面就开始满怀着希望 他开始向神仰望祷告 就是在集中营的时候 他的这个盼望神学这本书 举世文明的书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 他一直带着这样的盼望 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也可以让我的生命重新复活 耶稣基督可以经历过这样的环境 但是仍然可以重燃一个复活的盼望 今天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也可以有复活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让我们彼此的鼓励 都要满怀盼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不是死亡的神 他是复活的神 不要被眼前的一些事物 夺走了对他的盼望 不要只是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好像我们只是来教会就够了 教会就好了 而是每一天在我们所祷告的事情 都要满怀盼望 神在吹听 在我们每当旷野的道路 哪怕好像是在骇骨的时候 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也要怀着盼望 因为耶稣是复活的神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要相信神在吹听 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面 都要满怀盼望 他在工作 诗篇147篇11节说 耶和华喜悦 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带着盼望为你的家人祷告吧 有一天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盼望为你的身体祷告 有一天神会怜悯一致的 带着盼望来为你的孩子祷告 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活成 你祷告盼望的样子 带着盼望来服侍主的教会 有一天神会带领他的教会 成为我们盼望和祷告的样子 带着盼望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神会在你的事业上面 开一条你盼望和祷告的样子 无论在什么糟糕环境下 都不要失去盼望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 阿们 让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爱我们究竟有多深 主啊 我们今天祷告 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 我们为着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一些人特别地祷告 倘若我们的心中失去了一些盼望 尤其是对主的爱 我们今天祷告 主啊 求你从来这样的盼望 你是在我们生命生活 每一天与我们同行的神 我们为着凯旋门基督徒之家祷告 今年我们可能会走一个 或者是门讯的路 不容易的路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 求你对我们讲话 让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过信仰的生活 不要让我们走一个浮潜的捷径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的靠着你 享受走这条慢慢 不容易困难 让我们享受这个成长过程 谢谢主 你也保守我们 不要只看结果 让我们真的享受上帝每一天 与我们同行的路 我们将感谢荣耀给给主 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2月8号